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脑魔瘤手术以后 如果是图面的脑魔瘤 那么切除的范围都要彻底 手术过每年给病人做一次复查 看有没有复发 那么其他部位的脑魔瘤 比如说痘连旁的脑魔瘤 颅底的脑魔瘤 那么这些脑魔瘤的话 手术以后头三个月半年一年 都应该被病人复查影像学检查 随时来追踪观察 它有没有复发的情况 如果有复发 应该是给予处理或者是观察 这根据情况 我想如果是小的复发 我们还可以观察 如果是复发总力比较大了 这个时候可能还是要手术切除 如果地缺不能手术切除 那么也可以借助我们离体定向放射质量 比如伽玛刀或者是瑟波刀 这些放射质量 可以给它起到一些辅助性的治疗 来一致肿油的生长 谢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